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大河系齐色子 其中说的会积阳 梅极为县于瑶慈禧一代的阳梅 于瑶秦十字县为于瑶县 慈禧秦十字县为俱章县 可大河系齐色子 七个字是对吴月梁梅的真实写照 北宋苏东坡在吃了吴月梁梅后说 明镜立枝 何物可对者 可对者西梁葡萄 我以为未若吴月梁梅 吴月梁梅七千年的历史 2000年的人工栽培 到了此时 梁梅已经细分为很多种 以明文侠尾的笔记种和枣大种阳梅为主 火大 和小 色家 肉质细嫩 枝多味浓 甘甜可口 在于瑶慈禧阳两地阳梅 主要集中在藏庭镇和恒河镇 1954年10月 慈禧的藏庭 陆部 城关 云山四个区 可慈城镇化归于瑶县 所以1954年以前吴月梁梅可以叫慈禧阳梅 之后有于瑶慈禧阳梅之分 而距离于瑶两百多公里外的先驱 2001年就被国家林涅菊命名为中国阳梅之乡称号 有着1000多年的阳梅种 实历史 由于地形最靠内落 山地延延是阳梅的最佳产区 到了当地才发现 阳梅其实还有笔记 乌梅 唐霜 东葵等等很多品种 其中 又以东葵的名气最响 素有东方之葵为中之王的美誉 可是 以出产乒乓乓球大小的阳梅 而著名海内外 在阳梅界就有句话叫做世界阳梅在中国 中国阳梅出浙江 浙江阳梅树先驱 可见 论种植历史 自然是于瑶一代的阳梅栽培时间更长 但是论品种的知名度 似乎先驱的阳梅东葵更胜一筹 但是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有人喜欢先驱阳梅的硕大多汁 有人则偏爱于咬阳梅的清香酸甜 哪里才是你心目中的阳梅之香 两地产的阳梅各有特色 这还得看你更喜欢哪个产地的阳梅口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